这期阿维要推荐一部火热的动漫周术回战 电视动画片周术回战 改编字节见下下创作的同名漫画作品 于2019年11月25日 在周刊少年章五发表了动画画的消息 该片由猫怕负责制作 于2020年10月3日期每周又播出全部12集 现在已经播出了20集 周术回战的故事舞台设定在现代的日本 每一年 日本都有超过一万人不明死亡或失踪 其实是被人类心酸后悔 植乳等负面情绪所形成的咒铃所害 一般人看不到咒铃 唯有咒术师能理之战斗 无数咒铃 在日本有2000咒术高等专门学校 分别卫物东京与京都 负责训练有潜能的人成为咒术师 每位咒术师会根据自身经验与特质 发展出所谓自己的战斗方式 故事的主人公虎张优人是一名 运用神经发达的高中生 为了照顾住院的爷爷 加入了能早早回家的领域现象学会 爷爷离世那一天 宫经咒术高专的学生不配会找上门来 告诉虎张日前他捡到的木盒 是极危险的碎机咒铃 一有不胜就会害人丧命 两人急忙赶去学校 发现灵异现象学会的学张姐 已陷入危机激战之雨 虎张想起爷爷要他尽其所能整合他人的离眼 便吞下碎机咒铃捉手指 让自己拥有咒力 虽顺利击对咒铃 是与手指的主人 号称祖宙智王的两面 宿罗合而为一 虎张原讲主人 却因为变成宿罗的容器 被视为危险人物 甚至被咒术界判处死刑 在东京咒术高专的老师 五条物理宝之下 虎张不幻心 必须以侦察器的身份 持续引导众人找到宿罗的其他手指 等权术收回后再被处死 同时 他与胡黑会 另一名女同学定计也强威 一起成为高专学生 锻炼服出咒铃的技巧 充满战斗与冒险元素 绝望中在一丝幽默的故事 便就此展开 咒术回战的故事设定有趣 但也有一些专有名词 会让你开始看得人一口雾水 以下为大家简单整衣 和常见的名词 解释与基本设定 咒术是从负面情绪中产生的力量 被想象成电 术实是当助力加以转换利用的方式 若将助力形容为电 术实便是家电 能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呈现 术实是咒术师们以生俱来的能力 大概在四岁至六岁时便能发觉 无法透过后天学习 术实是先天就术定 但有一些咒术师会利用 带有咒术的咒术来战斗 如东京咒术高招二年级的长远之息 虽然没有咒术 却能透过咒术眼镜看见咒灵 并使用咒术与咒灵战斗 领域展开是术实最强大的展现方式 会制造出一种类似节线的空间 空间中所有的术实 都一定会命中对方 也能终合掉对方的攻击 陷入领域中的人机 不无法逃离 唯一与之抗红的办法 是用更强大的领域展开 以碾压对方 咒术师与咒灵都可以根据强弱 来分成不同等级 从弱到强有四级 三级 两级 一级与特级 而四级咒术师可赢过四级咒灵 三级咒术师可赢过三级咒灵 以此类推 四级咒灵可说是杂雨 只要木制球棒就能击退 三级咒灵若有手枪进行对付 面对两级咒灵则要用散弹枪 不可能连强对付 遇上一级咒灵师连出动战车 都不一定能安心 各级咒灵的话 则得使用自木弹进行地牌式攻击 咒术回战的故事中 可简单分成主角群的咒术师集团 与敌对的诅咒师 与咒灵集团 咒术师集团除了各级负责 付出咒灵的咒术师之外 还有东京与京都咒术 高等专门学校 典称高专的师生 而高专又在分为一 二 三年级 咒术师过去也曾作为咒术师 但因为理念与想法不同 而与咒灵合作 可参考一下的人物关系图 来简单掌握咒术回战的故事世界观 咒术回战第一季动画的下半部 将以东京咒术高专与京都咒术高专的交流会为主题 可参考下图的两校人物与职位配置 谢谢大家 阿伟也会开始解说 关于咒术回战的话题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